俗哥说电影 帮你们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台湾的恐怖片《鬼思》 影片开场 反重力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狗盛 花钱请摄影师炮灰叔 去一间传说闹鬼的房子里拍几张照片 为了保险起见 研究小组让炮灰叔用喷涂 用孟杰海绵的胶片拍照 炮灰叔是一位无神论者 对他来说 那些所谓的痴妹亡脸要魔鬼 根本就不存在 收了钱之后 炮灰叔带着设备来到了闹鬼的房子 刚开始啥玩意也没拍到 到了后半夜鬼魂小正太出现 一个黑胡桃心就把炮灰叔给杀了 反重力研究小组除了狗盛之外 还有埃四季灵灵和宁宁三名之类 据新闻报道 多年前日本科学家狗盛 研发出了一种能捕捉灵魂的孟杰海绵 而在这之后不久 理工大学便成立了一个反重力研究小组 但不幸的是 这项研究历史九年最终以失败过程 这狗盛不甘心的 用孟杰海绵把上级领导王德白忽悠住之后 继续搞自己的研究 为了彻底搞清楚鬼魂小正太的问题 狗盛让王德白以日本政府的名义 把警察郑哥调到了他里面去小处里 因为这个郑哥不仅长得帅 而且还有特技功能 由于会读纯语 郑哥在打击犯罪的行动中屡历其广 郑哥的妈咪因为得了鸡尾缩厕所硬化 已经病入高荒 眼瞅着要喝梦摸糖了 可郑哥宁可让他妈咪生不如死的活着 也不想让他妈咪走 郑哥的女朋友心形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特善解人 洗衣做饭是一劳人院 这种女人也只配活在电影里 郑哥开着车来到那种被轻松的大楼 在闹鬼的房间里 见到了狗盛和其他成员 郑哥在眼睛上喷了孟杰海绵之后 果然看到了鬼魂小正太 由于房间里到处喷的都有孟杰海绵 因此小正太根本就没法走出房间 狗盛让郑哥过来的目的 是希望郑哥能查清小正太的身份 以及当初是怎么死的 尸体有埋在哪 对于郑哥的加入 埃思姐非常的木曼 因为他不想多年的研究成果 再多一个人分享 为了查清炮灰书的死因 郑哥再次检查了炮灰书的身体 发现炮灰书的心脏上 有几道黑色的手指印 郑哥经过缜密的分析 发现不能跟小正太对视 自要是一对视 马上就会跟着屁 埃思姐为了名誉和利益 居然利用孟杰海绵 想把小正太给偷走 狗盛一看那能干吗 急忙把门从外面说死 小正太一看机会来了 上去就掐住了埃思姐的脖子 甭管是菠菜山菜还是空心菜 遇到小正太全在切了菜 这个时候郑哥看到 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丝 把小正太和埃思姐连在了一起 根据这部影片的理论 人死之后灵魂会有一个短暂的停留 而后很快变会烟消云散 至于小正太的灵魂 为什么没有消失 这正是狗盛想知道 为了查出小正太的真正身份 狗盛把小正太放了出 然后让郑哥在后面悄悄的跟进 小正太出门之后就来到了公教车站 按照狗盛的理论 人死之后有一种惯性 这个人的能量会继续的生前曾做过的事情 郑哥跟着小正太 来到了小正太生前上学的 七里特殊教育小学 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小正太 从楼上跳了下去 经过向学校的老师了解 郑哥终于打听到了一些情况 原来小正太生前得了一种知不好的怪病 脸上长满了脑毛 同学们都歧视他 最后小正太受不了别人的嘲笑 从楼上跳了下去 小正太跳楼的那天 他妈咪冷淡姐其实就站在不远处 可以说小正太之所以有勇气跳楼 就是受到了他妈咪的鼓励 虽然小正太没有被摔死 但几个月之后 他妈咪冷淡姐把她给接走了 从那以后 这对母子就再也没出家 根据老师提供的情况 郑哥和狗盛认为 肯定是冷淡姐把自己的儿子杀了 为了找到小正太的尸体 一帮人开着车前往冷淡姐的娘家 在冷淡姐娘家的附近 有一个同步辐射中心 周围有着强大的刺场 狗盛经过缜密的测算 很快便找到了小正太尸体所在的位置 几个人绝着定一通狂瓦 果然找到了小正太的尸体 郑哥仔细一看 发现小正太是被掐死的 原来冷淡姐把小正太带回老家之后 不忍心看着儿子这么痛苦的活着 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 含泪把儿子给掐死 这里面有什么科学依据咱不知道 但小正太的鬼魂之所以这么活跃 跟他尸体附近强大的刺场不无关系 既然事情都调查清楚了 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把小正太的鬼魂 永远封禁在孟杰海面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 郑哥发现了小正太脚上的那根鬼丝 他顺着鬼丝驱车来到了一家深度昏迷收容所 原来小正太的妈咪冷淡姐住在这儿 那根鬼丝就是他们娘俩沟通的渠道 想当年冷淡姐在地震中能够存活下来 就是因为得到了儿子的帮忙 要说也怪啊 本来已经成了植物人的冷淡姐 一直在跟病魔作斗争 可郑哥一来冷淡姐马上就放弃了抵抗 很快就领导喝汗 这个时候 研究小组那边也出现了状况 由于狗盛办事不利 上级领导决定强行取敌他的研究项目 并且派了一帮手下来抓狗盛 狗盛一看大事不好 把小正太说到孟杰海面里之后 虚妄一招撒得了 小正太被封禁在孟杰海面里之后 也就断了和妈咪冷淡姐的联系了 冷淡姐死后很快就变成了厉鬼 然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报复杀人计划 首先是研究小组的成员林立 小组成员宁也看到 冷淡姐报复杀人的行为 其实也可以理解 如果不是研究小组这帮人 他和儿子小正太也不会断了联系 狗盛带走了小正太的鬼魂 也就拥有了小正太的力量 本来这哥们因为严重的糖尿病 已经裹了一只脚 可此时他不仅能剑步如飞 而且还能飞烟走壁 其实狗盛研究小正太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希望自己死后 能像小正太那样 鬼魂永远留在人世间 多年的糖尿病 已经把狗盛折磨得痛不欲伤 他不想再这么痛苦的活下去 但在临死之前 他必须拉一个电背 那就是经常侮辱他的上司王的呗 杀红了眼的冷淡姐 随后又来到了 郑哥的女朋友星星的花店 准备把星星也干掉 幸亏郑哥及时赶到 用配偶梦姐海绵的子弹 制止了冷淡姐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也把冷淡姐的注意力 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本来冷淡姐想把郑哥给弄死 可最终为郑哥的笑心感动 放了郑哥也 而与此同时 狗盛也来到了埋葬小郑太太那片殉老地 他先是放了小郑太太的鬼魂 然后幸福地自杀 冷淡姐跟儿子团聚之后 心情也好了气而笑了 郑哥来到医院 他妈咪因为抢救无效地去世 不过他妈咪没有马上走 而是为他煮了鸡蛋之后 才踏上了新的旅程 影片的最后 郑哥给已经自杀的狗盛打了一电话 咱也不知道这狗盛是怎么接的电话 反正郑哥在电话里说了很多 感谢狗盛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多的了解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劲 人生短短几十年 珍惜过去和眼见 身边亲人照顾好 来生还能大团圆